10. 頭條日報 藥財大度爆食委員堂百萬貨 2015年7月26日港民P04名貴中藥幸內市熱門爆食目標 著名中藥店委員堂觀堂一分店作臣被爆食 損失一批名貴藥財,包括一批野生蟲草王 合共94萬元及約5千元現金 而店內警眾案發時沒有發出聲響 警方懷疑一名男子犯案案件列作爆食堂處理 暫未有人被捕 37歲梁靜女職員作臣返回位於觀堂瑞和街店舖上班時 發現店內及收銀機翼有搜尺痕跡 懷疑被爆食於時報警求助 經點算後發現一批西藏那曲野生蟲草王被偷 每偷值11,400元 另外一批綠美力平鮮 而參等名貴藥財不知所中 價值940,000元 而收銀機翼被叫開 約5千元不逆EFA 警方調查後 相信賊人攀月後巷天井 衛免叫門捉洞警鐘 腳開後門兩隻抹門的底部 各撤開一個半米乘半米的洞 足以讓一個成年人穿過 潛入店內大攝守略歸價藥財 警方又發現隔倫一間中西藥行後門的門所被叫爛 經點算證實無損失 相信賊人爭到中西藥店叫所 再攀過天井進入衛員堂犯案 該中西藥店一名職員透露 兩個月前曾被爆死 但不願透露有否損失 而店內警鐘案發時沒有發出聲響 警方正研究警鐘系統是否有運作 並翻查店內閉路電視片段 懷疑一名男子犯案 案件去列作爆死 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未有人被捕 相信賊人是毒行賊 現證追緝其下落